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EY Video, please 您好 我这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我们机构坐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角外的马里兰州 背赛四大市 我是理查德 奥布莱恩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简称CTSC的国际项目办公室主任 很高兴 欢迎您今天参加我们的培训 在今天的培训中 您将听到我们的技术专家为您演讲 可能导致财产损失 伤害 甚至死亡的产品危害 他们要与您分享他们所了解的美国产品安全要求 以及他们在这方面的经验 在我们说制造产品时 一定要注意产品安全要求的同时 我们强调在产品设计初始阶段 就注意产品安全要求也是至关重要 产品设计的早期决定 对整个产品生产过程有重要的影响 正如您所知道的 如果您生产产品的团队 由于对产品设计的决定不明示 必须为此做出赔偿 那么您也就知道您的产品 从一开始就有问题了 事实上情况有可能更糟糕 也许没有人会注意到 产品的设计构成危害 直到消费者受伤了 这是我们大家都希望避免的事情 这一培训 如果您有建议和问题 请告诉我们 联系讯息 我们会在演讲结束后告诉您 美国消费产品安全委员会 CPSC 祝这一次产品安全培训成功 美国消费产品安全委员会 Paul Bryant 先生 Mantra Kota先生 Civia Chen 女士 还有本局的讲师 方凯利先生 和线上的台湾各位参与的相关业者们 大家好 我是经济部标准检验局 义务组组长 吴秋文 首先欢迎大家今天的参与 今年在美国在台协会 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的支持下 美国消费产品安全委员会 和本局 虽然因为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 而无法举办实体研讨会 但仍透过网络视讯方式 为台湾的业者 及业界相关人士 针对银电池安全 共同举办网络研讨会 代表我们双方的合作 以及对消费品安全的重视 不因为疫情而稍有停歇 近年银电池的运用 恒博发展 更深入我们日常生活中 手机 银电 无线奶牙耳机等 消费性电子产品之外 近来电动汽机车 电动自行车也广泛使用 本次研讨会CBNC的托特先生 将介绍降低产品危害的各种策略 推荐可降低 银电池电锡 电池驱动产品安全风险的 最佳生产方式 还有事故及遭遇案例等 而本局台中分局方凯利先生 也将介绍台湾针对 银电池的相关检验规定 并分享事故案例与分析 相信对参与本次网络研讨会的业者们 都会有极大的启发与收获 在网络研讨会的后段 远方及我方专家 将在线上及时回答大家的提问 希望大家如果对今天的内容 或对银电池安全 有任何问题 请把握机会提问 最后祝今天的研讨会顺利成功 大家收获满满 谢谢 安德鲁川达先生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电机工程师与火灾科学处处长 他代表CPSC 担任国际电力安全机构董事 参与保险商实验室电机委员会事务 UAL家用厨房电器与电器清洁剂标准技术小组 与美国国家电器规范第二与第17小组会员 他自1996年起加入 CPSC单入电机工程师 在加入CPSC之前 安德鲁川达先生于1986年获得维京尼亚理工学院电机学士学位 之后在美国海军水源作战中心 从事船舶电器系统的研究与测试 下面就请听 川达先生为您演讲美国电池安全规定概要 Video please Good morning Welcome to a webinar with CPSC and BSMI on US and Taiwan battery safety requirements 早上好 欢迎您参加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和经济部标准检验局 共同主办的美国和台湾电池安全规定概要讲座 我今天演讲的内容涵盖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技术人员 为确保电子产品安全 以及针对离电池安全所做的工作和各项努力 我还会针对生产离电池和电池动力产品的 最佳生产行为提出一些建议 我们的目的是将对产品安全可能构成的风险降到最低 CPSC is the US Federal Government Agency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美国联邦政府机构 负责保护公众 免受因使用在该机构管辖范围内的消费品 而导致伤害或死亡的不合理风险 美国每年消费品事故导致的死伤和财产损失 据估计达到1万亿美元以上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致力于保护消费者 免受构成火灾、触电、化学、生物学或机械危害的产品的伤害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在改进其管辖的 1万5千多种消费品的安全 诸如玩具、婴儿床、动力工具、香烟打火机、纺织品和居家化学用品方面的工作 在过去40年里 对降低与消费品有关的死亡和受伤率做出了贡献 电力是一种强有力、有用、但存在潜在危险的能源 如果产品不能发挥功能 或被错误使用 可能引起着火、电击、触摸到高温表面而引起的热灼伤 如电池泄漏电解质带来的化学灼伤 由产品移动部件划破智商 或产品丧失关键功能引起的伤害 如在起火时 烟雾报警器不能发出警报 发电、配电或使用电能的设备应符合适用的强制性标准 及行业共识标准 并依照适用的电力规范安装以降低安全风险 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的估计 从2013到2015年 美国的消防部门平均每年处理67,900起由电力设备故障引起的建筑火灾 每年造成660人死亡 3410人受伤 财产损失达17亿3800万美元 引起火灾的前三大类电器是烹饪设备 包括电炉和烤箱 规波炉和小家电 配电系统设备 包括已安装的电路、插座和开关 还有取暖和空调设备 在2004到2013年间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估计 有60人死于和产品相关的电机 引发这些事故最多的前四大类产品类别是 大型家电、小型家电、电动工具和照明设备 由于产品越来越多的同时使用双重绝缘和电池动力设计 并且使用了接地故障段路器 随着时间的推移 触电事件有所下降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采取多管旗下的方式降低安全风险 如支持改进产业内共识标准或规范 向消费者发放安全信息 制定和执行技术条例及禁令 在经调查发现危害后 对有缺陷的产品实施产品召回等 我们的工作人员依赖电器产品 符合行业共识标准 以确保其符合最低的安全水准 大多数电器产品的安全标准 是由保险商试验室UAL主持开发和管理的 其他开发电器产品安全标准的组织 包括电器电子工程师协会 IEEE和国家电器制造商协会 NEMA 如果现行的行业共识标准不足以适当降低受伤的风险 或者制造商们不太可能实质性地遵守共识标准 那么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相关法律允许本委员会 通过制定技术法规来解决受伤风险的问题 请到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网站 或与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联系 确定你的产品必须符合什么规定 使用电池的玩具电动玩具以及公民频道电台CB天线 是属于技术规定范围的一些电器产品 规范电池动力玩具的技术规定是ASTM F96317 即玩具安全标准消费者安全规范 这是一套针对已经发现的玩具引发的多种危害而制定的综合性标准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将这一行业共识标准 纳入了一个有关玩具的强制性标准当中 联邦法规第16卷第1250部分 对电动玩具或其他以儿童使用为目的的电动物品 各种规定由联邦法规第16卷第1505部分作出 这包括所有玩具游戏或者其他设计标注广告 或以其他方式表明是以儿童使用为目的 需要从电压120伏支线电路获得动力电源的产品 有关CB天线的规定由联邦法规第16卷第1204部分作出 即全方位公民频道基站天线安全标准 如果不诉诸于制定技术法规的方式 在产品依据某具体行业共识标准未能符合关键的安全规定时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可以召回产品或阻止产品进口到美国 消费品安全法CPSA第15这条要求授权可以做出下列规定 既对任何消费品或消费品类别以及该产品或产品类别具备或不具备某些特征 依据消费品安全法第15A2条可以被认定为构成重大产品危害 收到第15这条要求管辖的产品必须具备符合一个行业共识安全标准的具体的可见的产品特征 本委员会已经决定不符合第15这条要求的产品有缺陷构成严重产品危害 因此不符合适用的第15这条要求的产品不能进口到美国或在美国销售 第15条这要求管辖的电器产品包括手提吹风机 据联邦法规第16卷第1120.3A款的规定 家用和商用手提吹风机必须具备一个内直浸墨电路保护段路器插头 照片显示进水保护插头的两个实力 谍日和装置灯饰必须符合UL588的最低电线尺寸要求 具备足够的硬变消除 并依据UL588的具体要求包含一体化过电流保护设计 第15这条要求规定有关节日灯饰的规定 被列入联邦法规第16卷第1120.3C款 照片显示装饰性灯饰产品和一串灯的实力 不包括在这个第15这条要求管辖范围的 节日和装饰性灯饰产品 包括二级电力产品 太阳能驱动产品和绳灯泛光灯 照片显示不在规定管辖范围的产品实力 从左到右分别是一个二级电源适配器 一个USB启动的装饰灯饰产品 一个太阳能电池的串灯和绳灯 电源延长线必须符合最低电线尺寸规定 具备足够的应变消除 而且正确分级 室内用电线必须有电源插座盖 户外用电线必须加保护层 UL817具体说明了所有规定 就是联邦法规第16卷第1120.3D款中 形成法律条文的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法规 照片显示室内和户外用电线延长线的实力 不受第15这条要求管辖的电线产品 包括可拆除电源线 可移动位置的电源插头和电气接线 实力捡照片 不受任何法规管辖的电气产品 不需要被认证的第三方实验室 如UL、Intertech或CSE 出具符合行业共识标准的证书 但是工作人员观察到很高比例的制造商 仍这样做以符合行业标准 很多零售商只出售经由第三方认证过的电气产品 一些州和市要求所有在他们辖区出售的电气产品 都需要有证书 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规定在工作场地使用的电气产品 必须经过一个全国认可的检测实验室认证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强烈建议 作为降低产品风险的一个手段 电气产品的制造商或进出口商 为其产品争取第三方认证 遵守适用的法规、标准和国家电气规范 对于降低发电、配电或使用电源的设备的安全风险非常有效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相关法律规定 供应链中的所有环节 其制造商、进口商、分销商和零售商 都分别对产品安全负有责任 制造商和进口商应采取最佳行为规范 以确保其电气产品不构成不合理的受伤风险 这包括确保产品符合共识标准及技术规定 经由被认可的实验室认证 以确保并展示该产品符合适用的行业共识标准 在整个生产寿命周期保持质量和配置控制 而且同样的在生产寿命周期评估替换材料或部件所带来的影响 由于我们极为依赖行业共识标准 我们的工作人员参与到保持行业共识安全标准 持续足够有效的工作中 包括通过积极参与制定或提议新的或修改现有的产品安全规定 处理新出现的危害 这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 可以用五个步骤来描述 开始是工作人员从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数据收集系统 收集事故信息 下一步工作人员对数据进行分析 寻找危害发生的模式 之后审查适用标准 看其是否不足以解决所发现的危害模式 如需为分析结论提供支持 工作人员将进行检测和评估 之后提出制定新的标准 或对已有标准进行修改的建议 并参与行业共识标准委员会的工作 以支持所提建议 希望修改 最终获得批准 此项工作的一个实例是 UIL 2272 管辖电动个人移动设备的安全标准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 在2016年协助制定了该标准 以解决悬浮滑板车过热引发事故的问题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 依赖事故数据协助其针对最严重的风险提供指导 工作人员从很多资源了解与产品相关的事故 并在五个数据库中维护这些事故数据 受伤及潜在受伤事故数据库 也称IPII 死亡证书数据库 也称DTHS 深度调查数据库 也称INDP 全国电子伤害监控系统 也称NEISS 以及国家火灾事故报告系统 也称NFIRS 国家火灾事故报告系统 由美国消防管理局运营 受伤及潜在事故受伤数据库 包括来自法医和验识官报警项目 新闻报道 热线电话 网上报告 合规报告 联邦和州机构推荐系统 以及其他来源的信息 受伤及潜在受伤事故数据库 为与产品相关的事故提供点情示例 死亡证书数据库 由我们的工作人员管理 通过于50个州的协议收集死亡证明 本机构每年大约购买8000份死亡证明 至死事故被录入死亡证书数据系统的日期 与事故发生的日期相比可能滞后 流行病部工作人员每天都审查新的死亡证明 死亡证明对于由产品引发的至死事故 能提供具体细节 但通常只提供最低限度的产品细节 深度调查数据库 收集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实地调查工作人员 在收到初始事务报告后 进行后续跟踪调查做出的报告 调查可以在现场进行 即人到现场 也可以通过电话进行 调查包括与当地官员合作 包括与法医、警察和消防队的合作 实地调查人员 还可能采集事故或犯列样本 以便技术人员检查 深度调查数据库提供有关产品的具体细节 及其在事故中的作用 全国电子伤害监控系统中的数据 是从美国大约100个医院的急诊室 采集的样本 医院收集与消费品相关事故的数据 每个医院的编码人员每天都会上传他们的事故数据 数据足以提供全国范围消费者事故伤害的估计数字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通过全国电子伤害监控系统 每年收集大约39.5万份与消费品相关的受伤报告 有自1980年开始到现在的数据 全国电子伤害监控系统 可以提供与产品相关伤害事故的 在统计上非常有价值的数据以及细节 但在具体产品的细节上 不如其他一些数据资源丰富 这张地图显示了参与我们调查的医院 在美国各地的分布及其医院相对的规模 全国电子伤害监控系统包含14个变量 提供大量有关受伤者的细节 以及伤害的类型和严重程度 公众可以通过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网站 查阅全国电子伤害监控系统数据 而且可以通过日期跨度、产品、性别、年龄、用途、身体部位及诊断等进行查询 国家火灾事故报告系统收集参与灭火的消防机构 自愿提供的有关火灾事故的情况 这不是统计样本 但是工作人员将这些数据 与国家防火协会的年度全国火灾事故调查报告结合起来 对每年的火灾事故数量及其原因做出估计 以下链接是2020年度火灾损失估计工作人员报告 自2016年以来 工作人员参与了一个解决于消费品中高能量密度电池相关危险的项目 我们的工作包括有关行业共识标准的工作 进口监督及合规、行业、机构间及政府部门间的合作等 工作人员发布了两份有关这个项目的情况报告 2018年2月12日发布的有关高能量密度电池项目的情况报告 2020年3月发布的2020财年有关高能量密度电池项目的情况报告及其行动计划 工作人员还帮助海军水面作战中心卡德洛克分部对锂电池技术进行研究 并对减少多芯电池组失效的技术进行评估 发布了以下的报告 2020年10月发布的新型能源储存技术 2020年1月发布的对含有18650尺寸电池单元的锂离子电池组的电池对电池传播的评估 我们的工作人员继续对减少多芯电池组失灵的手段进行评估 并参与了和加拿大及墨西哥政府合作的一个评估移动电池的项目 从2017财年到2020财年 共有32期与电池相关的产品召回 牵扯到15类总共近175万件消费品 在2017财年到2020财年间被召回的建筑最多的前四大类产品分别是一种手提电脑 两种移动电源 一种无限银箱 一些电池产品召回的根本原因 包括电池生产时的质量控制问题 比如街头的位置不对 电池被污染 电池构成不平 焊接质量差 电极重叠不够 电池本身受到损伤 及终端片没有绝缘交代等 电池组设计的问题包括 没有安全电路 对于过量充电 过量放电的保护不够 或完全没有 以及物理保护不够 我们要讨论的离离子电池召回的一个根本原因是 一个手提电脑电池组中使用的 由第三方认证过的 18650电池被污染的问题 手提电脑过热事故 揭示了有缺陷的电池 由制造商检查的电池 显示在一个电极上有吸附的金属颗粒 金属颗粒会穿透隔板 并使电极短路 电池会发生过热 可能进入热失控 制造商进行更多调查后 发现生产过程中出现错误 一个切电级的卡盘 因为需要保持生产持续运转被重新放置 但重置时位置不对 发生了干扰 因此产生了铁颗粒 制造商采取了几个纠正措施 包括在下一班生产开始前 重新校对卡盘位置 并追踪事故发生期间 总装线产出的产品 这两个措施都限制了产品召回的规模 此后 他们实施了一个控制卡盘错位 引发更多问题的步骤 并且审查和减少了电池生产过程中 其他金属直接对金属的流程 一些通用的降低电池污染措施 包括使用磁铁吸附散落的金属颗粒 使用吸陈技术清洁其他颗粒 在生产地点安装通风和空气过滤系统 将污染物数量降到最低 将电池切割开以寻找异物颗粒 使用像X光这样不具破坏力的检查手段 检查异物颗粒和组装异常 使用计算机断层X光扫描 进行更加细致的不具破坏力的检查等 另一个造成必须召回产品的根本原因的例子 是在工厂使用的不恰当的拿取产品的方法 造成对产品本身的物理损害 这些电池没有通过认证 拿取产品时不小心对一个聚合物电池的外层薄皮造成损害 可能导致内部软短路 这些照片显示了两个电池被撕坏的薄皮 为了纠正这类问题 该制造商实施了改进的拿取及存放产品的步骤 并加强了对员工的培训 制造商还在电池出厂前额外增加了一个目测检查步骤 造成必须照回产品根本原因的第三个例子 是制造程序的组装步骤出现错误 电极重叠不够 照片显示 一个圆柱型电池的X光透视 显示出电极重叠水平不够一致 缺乏足够的电极重叠 可能造成在电池边缘出现离层 这可能最终引起短路 IEEE 1625即充电电池多芯计算标准 和IEEE 1725即移动电话充电电池标准 规定在电池顶部和底部的负电极 应该至少比正电极宽100微米 如之前表述的那样 X光检查对于生产质量检查和事故分析都是很有用的 左边的照片显示了一对 曾安装在一个悬浮滑板车上的18650电池 右边的照片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 CTX光扫描机拍出的图像 在没有破坏样本的情况下 清晰地展示了对电池造成的损害 尽管不具破坏力的检测方法有诸多益处 特别是在评估的开始阶段 我们可能有必要解剖样本并进行目测检验 这些图像显示的是一块从手机上取下来的 被切割开的电池 以评估在焊片上焊接的高度 如果超声波焊接时的振幅过高 可能造成焊接处的高峰 这些高峰可能穿透隔板引起短路 下几张内容是有关一个案例研究的 看没有安全标准的产品 如果不按照最佳生产方式生产 是如何引发问题的 2015年底 大量悬浮滑板车涌入美国市场 这些产品由充电多芯 离离子电池组作为动力 当时美国没有对这种终端产品的行业共识标准 事故几乎马上就发生了火灾和摔倒 从2015年11月到2017年5月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 记录了超过165次失火事故 造成财产损失300多万美元 事故发生在38个周 发生的时间在充电期间及充电后 以及在使用期间和使用后 在一次火灾事故中有两个人死亡 全国电子伤害系统数据显示 近急诊室人数估计超过1万人 约90%是因为摔倒 例如突然停止或启动 一例死亡 大约15%头部受伤 约50%是手臂受伤 约40%鼓劣 还有约30%的扭伤或擦伤 从2015年底一直持续到2016年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工作人员对悬浮滑板车进行了评估 工作人员检测了发生事故的产品 并在一个测力机上 十对并连电池排列 工作人员还发现电池管理系统 BMS电路没有附加热感应功能 以使电池在超过规定的温度 中复范围时停止充电放电 线路金属键没有磨平 电线在穿过转轴的部位没有护套 如右上方图显示 骑行试验结果显示 电池电流峰值高于20A 如下侧的图显示 测力剂检测结果显示 电池箱温度大幅高于典型的工作温度 工作人员从评估中有以下发现 产品没有通过电路保护分析 就是电池管理系统不良 电池和电池组不能满足系统的复合要求 电池会按照UL1642标准进行认证 以确保其按照标准生产 很多电池充电器没有按照标准 UL1310、UL1012或UL609501进行认证 底座的线路没有正确加固 或在底座转轴处得到保护 因此容易引起物理损害和短路 由此工作人员得出结论 该产品具有火灾风险 因此50多万件产品被召回 通过以下企业的内容 我们要展示的是 尽管一些产品是按照完善的标准设计和构造的 而且很高比率的产品通过了第三方认证 但是如果不严格遵守最佳生产方式 这些产品仍然可能带来火灾的风险 这些照片显示的是一个手机和一台手提电脑的例子 两款产品都发生了电池故障 并由此引发着火 此前我们谈过一款手提电脑 由于电池中有污染物而被召回的例子 现在我们要看的这款手机 其原始电池和替代电池 经历了不同的生产环节错误 而且都导致了发热故障 尽管遵守了行业共识标准 而且电池和手机都经过认证 两个不同的电池制造商 在生产环节仍然出现错误 对于第一家制造商A 事故后的分析显示 引发事故的故障 可能来自位于电池带 一个角的受损的负电机 在带内没有足够容量 用于注装电机 受损的电机可能造成一层离层 或是损害隔板 这两种中的任一种情况 都可能造成短路 及最终电池的热时空 使用制造商A电池的手机被召回 被使用制造商B电池的型号替代 替代型号的电池带中 有足够的容量 供组装电机使用 替代型号手机投入使用后 新的发热事故出现了 对事故样本的后续分析显示 在正电机片焊接处发生了短路 由该公司所做的进一步分析显示 短路是由焊接缺陷 或焊片没有包绝缘胶带引起的 绝缘胶带可以在焊接有缺陷的情况下 防止发生短路 进而提供更多一层的保护 此后 该手机生产商审查了其内部程序 严格生产管控 以确保其能够发现问题 这些措施包括 所有电池 需经X光检查其各个电池角 电压衰减测量程序 已发现有潜在问题的电池 对循环电池增加采样 循环解剖和检测 对手机增加弯曲检测 即对IEEE-1725提出审查和升级 最后的几页内容 我们将回顾生产锂离子和锂聚合物电池 以及包括这些电池的产品的最佳生产方式 我们当然要从电池谈起 各种不同的电极化学反应 LCO即钩酸离 LMO即蒙酸离 NMC即锂涅蒙菇 和LFP即磷酸铁离 性能参数不同 安全水平也不同 了解这些差异是很重要的 并且确保选择最适合应用目的的一种 电池中有可燃的电极 有缺陷的或被滥用的电池 可能发生热失控情况 产生极端热量和高能量的解体 在充电和放电过程中 用于控制电压、电流和温度的 关键安全电路使用电池 保持在其安全运行范围之内 在充电和放电时 确保电池在其规范的安全区域内 如日本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协会 和日本电池协会所绘制的安全区域图所示 一些更具体的有关充电的指导 是在电池表面温度超过规定值时 即停止充电 在一个充电周期开始之前 如果电池在3V以下 应停止充电或使用预充电的充电率 在充电周期结束时 当充电电流下降到点05C时 应停止充电器工作 避免电池被捐流充电 右图显示了典型离离子电池的各充电阶段 其他的关键步骤还包括 保持多芯电池组内各电池的平衡 以确保在所有这些情况下 充电器或电池或电池组是匹配的 此外 正确的监控及保持电池温度 在所有运行模式下 都维持在最高运行温度规定之内 也是非常关键的 这一目的可以通过正确放置 及安装的热感应器达到 照片中的红圈 或使用绝热体 照片中的绿色箭头 避免温度过高 除使用例如在电池管理系统 BMS中的安全电路 进行保护以外 对一体化电池保护 能在使用条件恶劣时 为电池提供叠加的保护 这包括使用一个 在内部压力超过规定复合时 切断电池 与中端联系的电流阻断器 CID 和一个可以改变电阻 并限制电流 便可以重新设置的 正温度系数器 PTC 不过 正温度系数器的电流限制器 可能不适合 高放电的应用模式 而且在产品因内部故障 引起热失控时 也不能起到保护作用 如果应用模式要求电池 可以由用户来更换 则电池应该有 一体化保护 包括可以提供充电控制 和防止超量充电、超量放电 及外部短路的 一体化电池管理系统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技术人员理解 保证离离子电池安全 需要从生产商到用户的认真努力 离离子电池产品 应依照应用的行业共识标准 适用适合应用目的的 高质量电池设计和制造 在其所有的使用模式中 电池性能应符合制造商的性能指标 特别是在电压、电流和温度方面 整个产品系统 从充电器到电池 应被整体评估 以确保完全匹配 以电池为动力的终端产品 应严格依照行业标准规定的 质量控制程序生产 这涵盖整个生产周期 包括在需要使用材料 或部件替代品时 只使用经过影响评估的 被批准的材料或部件替代品 以确保能够维持配置控制 离离子电池产品上 应正确标示警告标签 以智慧教育用户产品的潜在威胁 用户应严格遵守制造商的使用说明 正确使用产品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建议 以电池为动力的终端产品 由一个被认可的第三方实验室进行认证 最后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相关法律规定 消费品的制造商 进口商 分销商和零售商 有责任确保此类产品 不对使用者构成不合理的受伤或死亡风险 确保遵守这些最佳生产方式 对于达成这个目标是非常关键的 您若想了解更多的信息 您可以访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网站 www.cpsc.gov 谢谢您的练习 2020年取得财团法人全国认证基金会 TUF评审员资格 负责李电池实验室评件工作 接下来我们就听他的演讲 Video please 谢谢 谢谢 主持人 各位长官同仁及CPNC的各位伙伴 与所有参与今天研讨会的朋友们 大家好 大家晚安 很荣幸有这个机会代表经济路标检验局 来为大家分享有关台湾链池的安全的规定 每项产品多少它都会有存在一些风险 所以我们才会需要制定相关的检验规定 各个国家的检验规定都会有些许的差异 那这可能与产业市场形态 或是消费者使用习惯不同等等的因素 但是目的我们都是希望说能够保障消费者的安全 所以很高兴今天能够借由这个研讨会 针对锂电池安全规定与CPSC这边互相交流学习 那开始前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的名字是方凯利 来自台湾经济部标检验局 我是在2014年进入标准检验局的 一直认知到现在 那在检验局我主要负责的业务是锂电池 及锂电池相关应用产品的检测工作 今天的简报呢 会分成五个部分 首先我会介绍台湾目前锂电池 及他的应用产品的相关的检验规定 那第二部分呢 是针对台湾近年越来越常见的一个新兴产品 它就是使用锂电池供电的风扇 那这种风扇呢 各位可以参考右边的这个图形 它的体积通常不大 也方便攜带 那有设计成直立或手持式的 那有近年也有看到说结合其他功能 像是手电筒啊行动电源等等 那自立型的产品 近年也有发生极其比较严重的事故 那我会在第二部分呢 我跟大家做介绍 那有鉴于此 检验局在2020年 就是去年的时候呢 有发起一个检验的检测的计划 那计划内容呢 将在第三部分 与大家说明 那检测结果呢 也发现有些不合格的状况 那第四部分呢 我们将会针对不合格的部分 进行原因分析 那最后会提出相关的对策 还有我们未来的规划 那锂电池其实它已经被广泛 预用于许多的3C产品上面 像是各位手上的cell phone啊 或是notebook 或是powerbank等等的 但是锂电池本身 它也有存在着一些风险 也就是所谓的热失控 那当这个锂电池 如果在过度充放电 或者是短路这些异常的状态下呢 电池内部的温度它会升高 那当这个温度如果持续的上升 然后无法被控制的时候呢 内部的隔离膜就有可能会被刺穿 那导致说它发生内部的短路 那此时会产生大量的热能 那电池也会膨胀 然后最后就会喷出大量的气体 然后引发激火燃烧爆炸等等的这些危害 所以它本身它是有一定的风险跟危害 那检验局呢是在2014年的5月以后 把锂电池呢列入我们的检验范围 你需要取得相关的合格证书 才可以做一个销售的动作 那当时的检验规定是指说 进入市场前应该完成相关的检验程序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国内产制的制造商 那我在出厂出厂销售的时候 我应该就要取得合格证书 那我才可以做一个销售的行为 但是如果我是一个进口商的话呢 基本上进口进来的时候呢 通关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把货品锂电池的部分拉到仓库 之后要做一个销售的动作的时候呢 那一样也要经过通过相关的检验程序 那当时公告的检验标准是CNS 15364 2013年版 那这份标准呢是参考 IEC 62133 2012年版的 那列入检之后呢 其检验局也是持续的一直关注这项锂电池商品 那有发现到说 每一年可能每一年都有做一些抽策 或者是说消费者有一些检举的案件等等的 不合格率或者是检举被检举的次数 都有点高 虚告不下 所以呢 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呢 针对锂电池的部分 有做了一个比较加强的 加强的检验管制 也就是我们实施的边境管制 那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修正之前的检验规定 改成进口或出厂前 应该要完成相关的检验程序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是进口商的话 你必须在通关之前 你就必须要去合格证数 才可以做一个通关放行的动作 这对于国内产制厂商来讲的话 影响比较不大 它一样是在出厂前 销售之前 就要完成检验程序 那这样子的一个 会新增这样子的一个规定 也就是说 我们台湾目前 有关锂电池的部分的话 还是已经比较仰赖式进口 所以才会新增这个边境管制 那这份检验标准CSE 5364呢 它主要检测的对象有两种 一种是单电子 一种是电池组 也就是cell跟battery的部分 那检测的项目呢 可以看一下底下这两个标告了 好 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下cell 那cell的部分呢 它是有七个车响 第一个车响是连续充电 它是指说 我们电池在一个比较长时间 充电的状态下 不能有一些像是起火爆炸泄漏 这些危害产生 那第二个部分 是外部短路 也就是说在cell的正负景呢 直接拉出来做一个短路的动作 那一样不能有发生起火跟爆炸 那第三个呢 是比较偏机械性的测试 自由落下 那是在一个制定的高度下 然后落下 然后不能有发生一些危害 那第四个部分是热冲击 也就是说在cell是处在一个比较高温 130度的环境底下 然后不能有发生起火跟爆炸 那第五个是挤压 那是指说在cell它如果有受到一些外部的压力 它能不能够承受得住 那第六个是强制放电 那这个是指说当模拟说cell 它如果在一个反击性充电的情况下 那不能有一些危害产生 那cell的部分这份标准呢 也有引用到我们联合国的一些运输上面的规定 所以它需要去执行UN38.3 这份标准的测试项目 那battery的部分呢 总共有四个测项 第一个是模式外壳硬力 因为battery的设计通常都会有一些坚硬的外壳 所以我们会针对这个外壳的部分 在高温的环境底下 测试一下它的外壳的承受产生物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外部短路 一样就是在正腹肌拉出来 直接做一个短路的动作 那第三个部分是自由落下 那第四个部分是过度充电 也就是说对battery的部分以一个比较大电流的方式 去做充电 那不能有发生起火爆炸等等的现象 那除了锂电池之外呢 检验局这边也有针对锂电池相关产品的部分 做一个检验的规定 做一个检验的规定 那我们这边整理了六个项目 那第一个是行动订阅 那这项产品呢 其实在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产品 几乎可以说是人手一颗了 所以在2014年5月 也就是跟你电池一起 我们就已经把它列入我们的范围 而且在2019年的时候呢 它也是我们边境管制的一个产品 目前台湾的话 台湾的行动电源 也是以进口为一个比较大宗的情况 那行动电源在检验局这边呢 是把它视为是资讯产品 所以它的检验标准呢 比较偏向是资讯类的 像是CNS14336之一 它是一份资讯类通责的标准 还有我们刚刚看到的CNS15364 还有CNS13438 那13438它是比较偏向是电池相容 EMC跟EMI的部分 那第二个跟第三个是电动机车跟电动自行车 这个也是许多国家正在发展当中的 那其实机车跟自行车就是车体的部分 它并不是我们检验局的管辖范围 但是机车用跟自行车用的锂电池 它是属于我们的检验范围 那它是在2014年的时候7月开始列检 2019年也是我们边境管制的项目之一 那它所用的检验标准 这类型的锂电池它是比较偏向是动力用的 所以它的标准是CNS15387 15424-1跟15424-2 那第四个部分是风扇 那风扇的话以目前的检验规定的话 如果是锂电池供电的话 目前是还没有列检的 当然这个是在规划当中 第五个的话呢是手机 那这个手机也不是我们检验局的管辖范围 但是它内部所使用的锂电池呢 是我们的检验项目 2014年的时候5月开始列检 2019年也是適合边境管制 检验的标准就是CNS15364 那第六个是蓝牙喇叭 这个也很常见 内含的锂电池 一样是在2014年的时候开始列检 2019年边境管制 那检验的标准一样是CNS15364 这是我们有关锂电池 几个比较常用的 常见的相关的应用产品 好 这份表格呢 是我们整理了锂电池相关商品 在列宁的事故案件的数量 那我们统计的时间 大概是2008年到去年2020年 各位可以从这个图表可以看得出来 行动电源是占最大数的 总共大概有21件的事故案件 那行动电源刚刚有介绍到 它已经在2014年的时候 列入我们的检验范围 那第二名跟第三名 分别是电动机车跟电动自行车 这个也是在2014年7月 列入检验范围 那第四名的话 就是我们等一下要介绍的风扇 那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还没有列入我们的检验 那后面依序的话 会是手机 蓝牙喇叭跟电动按摩器 那电动按摩器的部分呢 等一下最后我会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 它就发现到说 外壳已经发烫 然后呢 内部的锂电池 有一些小火苗 然后在随后就发生起火爆炸 各位可以看一下右下角的图片的部分 那这个案例呢 其实让我们比较在意的点是说 第一个这类型的产品 适不适合有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可以让消费者做一个自行更换电池的这个动作 第二个部分是说 因为它的风扇是在使用当中 然后没有电的 然后结果要换电池的时候呢 有一些起火爆炸 那也就是说它在之前放电的时候 是不是就已经有一些异常的状态 那风扇这个产品 基本上它的设计还是会有一些保护的机制在 那是不是保护的机制已经有失效了 这个是我们会去思考的 2020年就是去年的时候呢 也有一期风扇的事故 那这个事故比较特别的部分是 消费者表示这是一个新品 也就是它要对它进行第一次的充电的时候呢 发生了起火爆炸 而且它是使用这个风扇 它所附的原厂的充电线 那在第一次充电就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 我们会猜测说 是不是它里面的这个锂电池呢 它使用的是一个有瑕疵的锂电池 品质比较差的 或是有可能是回收的电池 另外一个案例呢 是在2021年 也就是我们检验局前几个月 接到的一个事故的案件 那这个风扇它比较特别的点是说呢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下方的这个图形 风扇的本体它附有一个Micro USB的输入Port 然后还有一个USB的输出Port 所以它是具备有行动电源功能的风扇 它属于一个复合性的产品 那使用者表示是说它要睡觉之前 就寝之前呢 把这个风扇拿去做一个充电的动作 那在睡到一段时间之后 有听到一个爆炸的声音 所以可以推测说它应该是已经充电一段时间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右边的这个图形 那在这种情况下 锂电池如果是属于一个正常的充电跟放电的时候呢 基本上发生危害的风险 我会相对来讲是较低的 那如果还是有一些状况发生的话 那是不是锂电池本身的品质 甚至是它的保护机制 有没有一些问题 这是值得去探讨的 那有建议池呢 我们检验局在去年的时候 有发起一个市场购样的检测计划 那这个检测计划就是去公开市场上面 随机的购买风扇这个商品 我们总共购买了10个厂牌 那每个厂牌呢 是购买了5个样品 总共共计是50个锂电池风扇 那我们这个计划呢 依据的标准 检测的标准 就是我们CS15364 那因为这份标准呢 它是针对内部的锂电池 所以检测单位这边 在收到样品的时候呢 就会把这个锂电池取出来 然后投入我们的测试 那购买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尽量购买不同款式 不同样式的 希望能够增加代表性 那这次的计划呢 总共有4个检测的项目 分别是连续充电 外部短路 自由落下 跟强制放电 那右边的这4张图形 就是检测单位这边实际 从这个风扇的样品上面 取出来的锂电池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个锂电池的款式 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 风扇使用上面 有的是使用18650 那有的是使用像 这种所谓软包的电池 那也有像是使用这种 它是有一个坚硬的外壳在外面 然后锂电池是包在里面的 然后安装在风扇上面 款式都会不太一样 好 接下来呢 我很快的简单介绍一下 这4个测试项目 第一个是连续充电 那连续充电呢 是指说我们针对一个 已经充饱了电池 For charge 这个是在我们前处理的时候 会把它先充饱 接下来呢 再连续充电7天 那这个连续充电7天的时候呢 我们会参考制造商的规格书 或者是说明书 依照它所写的充电的条件 下去做设定 然后呢 在这个期间的过程 还有最后都不能有发生起火 爆炸跟泄漏 这三个条件呢 都是要同时符合的 那整个测试项目 才可以判定成是合格 那我们测试出来的结果 10个厂牌的锂电池 10个厂牌风扇的锂电池 都是合格的 第二个测试项目是外部短路 那一样是针对一个Full Charge的电池 那我们在它的正负极呢 连接一个外部的电阻 这个电阻值呢 很小 大概就是80 标准规定是80正负20mini欧姆 那在整个短路的过程 还有最后都不能有发生起火跟爆炸 那检测出来的结果 我们发现到说有两个厂牌 它的锂电池是有烧融的现象 之后我们就会针对这个不符合的部分 进行原因的分析 第三个测试项目是自由落下 针对一个Full Charge的Sale 然后我们是由一个一公尺的高度 落下三次 标准里面是规定说 执行完这个落下之后呢 样品还要静置一个小时 那在这个落下的过程 还有最后静置一个小时 都不能有起火跟爆炸 那十个厂牌也是全速通过这个测试 最后一个测试项目是强制放电 那它是针对一个Full Discharge的Sale 也就是已经是一个完全放电的电池 我们以一个EIT的电流 进行一个反极性的充电 时间是90分钟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有最后都不能有起火跟爆炸 那十个厂牌也是全速通过的 锂电池呢 之所以会有一些事故 或者是说像刚刚看到 不合格的原因发生的时候 我们可以简单归类成两类 第一个是它锂电池本身品质的问题 那如果是属于一个 比较劣质的锂电池 low quality的情况下呢 它在耐受度啊 或者是说 整个铝电池充放电的时候 都会比较容易发生一些事故 比较容易就异常的状况 那或者也有可能是回收的电池 有一些不效的厂商 它把电池回收完了之后呢 装载其他的产品 然后共同做一些销售的动作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是保护元件的失效 这也可能会导致事故的发生 也就是说 如果真的有过度的充电 或过度的放电的时候呢 这些保护元件 正常来讲 应该要能够发挥它的作用 可能是将整个电池做一个shutdown的动作 让它不要再持续的一个充电或放电 那如果这些保护元件 如果没有适时的作动 失效了 那就可能会导致说 充电或者是放电的过程当中 发生一些危险 那回到我们刚刚的两个厂牌的这个风扇 刚刚是执行外部短路的时候呢 有发生起火跟爆炸的现象 那两个厂牌的风扇呢 它都是使用圆柱形的电池 就是我们所谓的18650 而且是没有检验合格的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们收到样品的时候呢 都会给它一个编号 那第一个厂牌的话 就是我们编号1 Sample1的部分 左下角是在测试之前的照片 另外一边的话是测试之后的照片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电池的表面 其实有一些很明显烧熔的痕迹 那细部下去看的时候呢 在电池正极的部分呢 有一个炸开 明显的炸开的孔 这个就是它泄漏起火爆炸 就是从这边炸开来的 所以这个样品的话 然后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去判定 它说它是不符合的状态 接下来呢 是编号9 Sample9的部分 那测试完成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底下的图形 电池的本体 它是有一些起火的痕迹 因为锂电池在短路的过程当中 它温度会上升 那可能是因为说在上升的过程当中 导致这个薄膜 它已经承受不了 有些起火的现象 右下角这个框框呢 是我们这个锂电池的一个质距 那这个质距的正极的地方呢 其实它有比较明显的烧熔的痕迹 那我们担心的是说 是不是这个薄膜烧起来之后呢 延烧到这边 但是电池的本体 其实它并没有起火爆炸 那为了更加确定这个测试的结果 那当初我们五个样品里面 四个测试项目 所以有一个样品的话 它是备品的 所以我们就取这个备品 再测试一次 那测试出来的结果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上面的照片 这样子的话就已经很明显了 它在这边就已经是一个 炸开的一个点 那内部的像是隔离膜啊 等等的都已经是完全是烧毁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有比较明显起火爆炸的现象 那也就是这样子呢 我们Sample9的部分 就判定成它是不合格 那我们执行的这个外部短路呢 其实从标准的角度来看 它的合格准则是 不能有起火跟爆炸 但是它并没有温身 温度上面的限制 也就是说呢 它可以允许锂电池 有很高的温度产生 依照我们测试的经验的话 这个温度大概有可能会高达 100或120度左右 也就是说我们是在模拟 一个短路的状态下 这种比较严苛的条件 测试锂电池它的耐受的程度 可以允许你有很高的温身 但是不能有起火跟爆炸 那如果说你有发生起火跟爆炸的话 这可能表示说 你电池本身它耐受的程度 是不准的 又怕你达到标准的要求 品质上面有需要改善 上面有不佳的情况 好 那目前我们 检验局这边有关风扇的部分的话 因为近期的需求有不断的增加 现行的规定的话是 如果风扇它是属于直流5V 然后未复直流电源转接器 也就是Adapter的部分的话 它不是我们检验局范围 而且我们检验局在列管的时候 比较偏向是一个成品的角度 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成品 它是不用检验的 就像是风扇这样子 那它的配件或者是零组件 我们并没有强制要求说 你一定要通过检验 那经过近年来 这几个事故的案例 然后还有我们在去年 也有发起一个检测的计划 确实有发生一些不合格的事项 那其实在做这个检测计划的时候 我们也发现到说 这10个厂牌里面的风扇 它所使用的锂电池 其实几乎都是没有经过检验的 所以我们在初期的规划里面呢 就将锂电池供电的风扇 还有吸尘器 还有我们的食品 研磨搅拌机 还有我们的烫法器 按摩器 按摩器在这里出现了 因为近年来台湾 健身的风气比较盛行 那这种手持式的按摩器具也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借这个机会呢 一并把它列入我们的检验范围 那目前这个规划 其实已经进一段的时间 而且也进入了尾声 我们已经在上个月 6月24号的时候呢 正式的公告 然后呢 目前的话是给厂商一个缓冲 准备的期间 那预计是在2023年的时候 1月1号的时候 就是会正式开始实施 这个检验的规定 那所有的检验规定呢 都是需要适当的去修正 或者是新增 那这会关系到说 各个国家产业的发展 还有市场上面的需求 所以检验局这边呢 也持续的一直在做滚兜式的检讨 希望呢 能够让整个检验规定更加的完善 保护消费者的安全 好 那我今天的简报呢 就是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针对我们台湾的电池 这些安全规定 跟各位做一个分享介绍 谢谢大家 好谢谢 您刚才听到的是 Andrew Trader先生 和方凯利先生 为您演讲 美国和台湾的 电池安全规定概要 参加我们今天网上讲座的 还有标准检验局的 扎泉树女士 她是标准检验局的 Senior Specialist 接下来欢迎大家向两位讲师发问 请在右边的视窗上找问题的框框 点下问题框后 您就可以用中文或英文输入您的问题 请注明您要询问的是哪位讲师 Celia和沙全署女士会把您的问题 还有Trata先生和芳先生的回答 中翻音或音翻中 接下来就请大家提问 谢谢 第一个问题 在 US UL1974 是4的 reuse battery what's the standard in Taiwan I think this is for Mr.Fong Mr.Fong 陈述您能不能翻译一下这个问题 我这边翻译一下 那这边就是说 在这些重新使用的这些电池组呢 在美国的话是用使用的标准是UL1974 那么请问在台湾使用的是哪项标准 请方济师回答 有关这个重复使用的电池的话呢 如果是说 如果说这个重复使用是指说 它可以再重复的充电 然后可以再次做二次的部分的话呢 那这个就是刚刚在简报里面提到的 CNS15364这份检验的标准 但是如果是指说回收的电池的话 目前台湾这边是没有相关的检验标准的 好 以上回答 谢谢 OK in terms of the question depending on the purpose of this battery if it when it means reuse does it mean recharge if it can be recharged for secondary use then the applicable standard is CNS15364 that I have mentioned in my slides but if they reuse batteries meaning recycled batteries then we have no regulation or standards for that product thank you 另外一个问题啊 我也看见了 is there any regulation for LLB jelly roll insulation test 这个应该是给那个 给 Andrew I think this question is for Andrew is there any regulation for LLB LIB jelly roll insulation test CPSC doesn't have any regulations on batteries CPSC没有这方面没有那个法规 Andrew先能回答 他说CPSC没有这样的法规 那么先 现在请邦记师回答 好 我这边看到一个问题是 中文是 关于2023年1月1号要实施的检验 法规中有提到这类产品 内部的锂电池 需要符合CNS62133 2017年半 这个规范中的震动和冲击项目 目前公布这份规范的时间点 I'm going to translate this question in Mr.Fan's presentation it mentioned about the batteries for certain products are required to comply with mandatory spenders beginning sorry beginning 2023 and it mentioned that the products has to comply with the vibration and impact items mentioned in CNS62133 2017 version so I would like to know ask when does this standards being published 关于刚刚有提到的就是说 如果是属于刚刚提到那个风扇的那个部分的话 这七项产品的话 它确实是在我们2023年1月1号它要实施的 那其他的检验规定里面就有提到就是说它锂电池的部分的话 它需要执行就是在问题里面提到62133 2017年半的震动跟冲击 那目前公布这一份规范的时间点的话 据我这边所了解我们检验局已经有着手在规划就是说是不是要讲我们锂电池的检验标准的话也一并的做更新的部分 那确切的时间点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再多了解跟再多做确认 好 以上回答 谢谢 我刚才看到有一个问题 他说how can I listen in English 有听众问如何能听英文的 这个Q&A部分呢 只是交替传语 所以就是一个问题说中文 然后英文回答 就是我回答这么一个问题 下面我们看下面一个问题 下面你可以听听 我想是我们回回答了吧 刚才 不 UPSP we just did it 汇放 Mr. 这个我们刚刚回答是吧 我知道你刚才是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这是新问题 没有这个题刚才没有特别回答 没有特别回答 好吧 这次先回答好了 OK we have a second question that was previously raised by the audience and it says that for you UPS EV or energy storage application will these batteries follow CNS 15364 as the standards is for portable application 所以翻成中文的话意思就是说对于这些UPS或是电动车或是除能的这些应用呢 那到底这些的电池是不是要遵循CNS 15364 就如同这些其他这些携带式的这些应用产品所应该符合的标准 他们是不是用同样的这个都是15364这套标准 那可能是请方济市回答 有关这边提到部分我意义说明 UPS部分的话呢 因为这会跟它的能量是有关系的 如果说这个如果说它的能量是属于比较大型的 那可能就会变成是它是落地式的 那就是不会是在15364这份的检验标准里面 但是如果说你的UPS是做一个比较小型的话 那在判定上面有可能会被我们列 视为是跟行动电源有相同功能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会 里面的锂电池的话就是需要遵守15364这份检验标准 那电动车部分的话呢 它是另外动力用的 那它也是有相关的标准 它不是15364的部分 至于除能的话呢 它内部的锂电池如果你是有单独需要进口的话呢 那在这部分的话 它也是需要符合15364这份检验标准的 以上回答谢谢 OK I'm going to translate this question for the UPS depending on the capacity of the batteries if it is large and it's like standalone or on the ground I think it's not subject to CNS standards but if it's small then we'll consider it as a power banks so it has to comply with CNS 15365 regarding the batteries for EV because it's power for power generation so it does not have to comply with 15364 regarding the storage energy storage appliances if it is imported independently then it has to comply with CNS 15364 thank you OK 下面一个问题 下面一个问题 what if there is no existing standard for a product 如果一件产品没有现行标准的话怎么办 我想这个问题我们让安卓达先生先来回答 so Andrew could you please this is for you what if there is no existing standard for a product if it's a manufactured product you can have it evaluated by a safety testing laboratory if the products in pre-production you can look for requirements in a standard or standards for a product that is functionally similar you can also consult with a test lab to audit the design whatever it is always use best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because safety doesn't happen by accident you certify components in their intended applications and when in their specifications and ensure that all the parts work together as a system use a robust quality control system and have the product certified by an accredited test lab 这样啊我来翻译这段问题 就是说如果一个产品它是那个 是那个制造的这个产品 那么那个你求请那个测试检测实验室 安全检测实验室来检测 让他们来评估 如果这个产品是那个在生产之前呢 那么您就可以看要参照一下 那个标准相应的标准和要求 以及看它的那个功能是不是特别的一个 那个类似的功能 如果您要你也可以那个要求那个检测的实验室来检测 就说来那个审计 审查那个设计 那么要注意的是就是说 这个时候都要使用 都要那个采纳最佳标准 就像他刚才在演讲中讲的 因为按那个不安全产品 不是那个 不是因为是错误出现的 那么如果是那个产品的原件呢 也一定要认证 要看对它的所适用的那个 适用那个性要进行认证 并且要符合规范 那么总体来说 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体化的 所以呢 您应该有一个非常强健的质量控制系统 这样呢就是保证 您的最后的产品呢也是被认证的 下面有一个问题我看 刚才 不好意思刚才有 方济世他有回答 以中文有回答这个 2023年1月1号实施的检验法规 提到有关 CNS621332017的震动和憧憬项目 公布规范的这个时间点 那我想跟方济世这边再厘清一下 您刚的意思是说 这个62133 它的这个震动跟憧憬项目 未来是会经过修改 但这是我们还在 我们还在评估这个时间点 是什么时候吗 请问我再确认一下 因为62133 它这份标准的话 它是15364之后改版 然后它的标准 那当初在引用的时候 也是用 等于是用新版里面的规范 然后取震动跟冲击 这两个测试项目 只是说621332017年版 这份标准目前还没有 我们检验局还没有公告 所以他说这份公告的时间点 目前据我所了解的话 它是还在研尼当中 OK I'M GOING TO BRIEFLY EXCLAIN THE ANSWER REGARDING THE QUESTION ABOUT WHEN ARE WE GOING TO PUBLISH AND TO ADOPT CNS62133 REGARDING THE VIBRATION AND IMPACT ITEMS BECAUSE IT'S QUITE NEW AFTER CNS153064 SO WE ARE STILL EVALUATING DOING EVALUATION 是否有计划将此的商品列入管制范围 是很危险的 其实在台湾有很多市场使用的东西 所以我会想知道 当时的BSMI领导入这种东西 因为现在的课程领域是IC6T335-1 而是IC62133 而是IC6365-2-29 所以台湾有关平衡车跟电动滑板车的部分的话 我会分两个部分来说 如果是这个成品的话 的话目前台湾这边是检验规定是还有宴邑当中 但是如果你是已经使用了电池,如果你有单独进口的需求的话,那会是已经是我们检验的范围,那检验的标准一样是CMS15364的部分。好,以上回答,谢谢。 OK,to answer this question,I'll give two situations.If it's about the product and products,the hoverboards,and it's not subject to mandatory inspection yet,but if for the batteries,if the batteries are imported independently,then they shall comply with CNS15364,as the other batteries have to comply with.Thank you. 等会,我这个问题我想让 Andrew再回答一下,the question,yeah,just the question thatMr.Fan just replied,you answered,I think it would really be a good question for Andrew as well.So,Andrew, could you,I'll repeat the question again,so,Andrew, could you answer?So,so,you just now you talk about the hoverboard,and the,and the e-car,so,the rate,the probability of that,that there hasn't occurred,it's the quite high.So,Mr.Fan just answered about the Taiwan,the incidents in Taiwan,and he also mentioned that in Europe,we use the IEC60335-1,so,and also the battery is IEC62133,and the charger is IEC60335-2-29.So,how about the,in U.S.,what is the situation in U.S.? the power board,and the power board?In the U.S.,the power boards are subject to UL2272,which is the standard for e-mobility systems,that's just for the battery,for the electrical system.The batteries are subject to UL1642,or the battery pack can be subject to UL2271,which is for light electrical,like electric vehicles.Charters,can be subject to UL642,or the battery pack can be subject to UL2271,which is for light electric vehicles. So 950-1,or UL1013,which would be for class two power supplies.These are all voluntary,voluntary standards,they're not mandatory regulations. Yeah. UL provided us with a list of standards,and applications,and we can forward that to this,to the attendees,and that's for applications across the board,including all kinds of,but this is not just hoverboards. 嗯,在美国那个旋復滑,旋復滑板本身是没有标准的,所以我们是那个依据那个UL标准,那个UL2722,然后那个,呃,在那个电动卡,电动车是那个,呃,六四二,还有那个,呃,电动,电动车是2271,还有一系列其他的标准,我没有全部记下来。 那么在美国主要是,总的来说,主要是依赖那个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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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也已经确定对应的标准CNS621332 标准局这边是否有规划到如此标准取代现行的CNS15364一位国际接轨 and the question is about currently there ar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3C lithium batteries and the standards is IEC62133-2 and the BSMI has also adopted a corresponding national standards CNS62133-2 so I'm glad to know whether the BSMI intends to adopt the IEC standards to replace the current CNS standards so that it aligns with international practice Mr. Feng, please 确实CNS15364它之后改版的标准 就是62133的部分的话 检验局这边已经有相对应的标准了 那也就是在问题里面提到了CNS62133-2 那现在只差在说 我们还没有做一个正式的公告说 要将它 要将这份标准取代原来的15364 那目前就我这边了解的话呢 是检验局这边其实已经都有在做所规划 相关的一些要标准取代的部分 那只是说目前公告的时程的话 是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 好 以上回答 谢谢 下面一个问题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CPSC讲师目前对于简报中提到的 使用锂电池的高风险产品 例如悬浮滑板车笔电的锂电池或行动电源 是否有纳入强制性技术法规要求 谢谢 I'll repeat this question in English for Andrew So I'd like to have a question for the CPSC for Mr. Andrew For Mr. Strada So you mentioned that the high-risk products that use the lithium-ion battery for example the hoverboard and the iPad and also the power banks Does CPSC have any plan to issue regulations for these products? CPSC has a rigorous process for issuing regulations and one of the first requirements is to is that the voluntary standard is adequate in most of these cases We do have incidents that occur but we feel that the for most for the most part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products out there the incident rate is relatively low so we think that we so far you know that things can change but we see that the voluntary standards are effective enough to minimize the number of hazards but we're always working to improve those with the industry and with the UL CPSC有一个就是在那个制定法会的时候是有一个程序的 所以我们就那个进入那个程序但因为对您刚才提到的那些产品来说呢 呃我们觉得那个工业界呢是有一套自然性标准 这些自然标准的一般就说也是应用的不错 呃如果是所以如果是那个某如果某一件产品它的风险 不是到了一定的程序不是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话呢我们基本上是依靠 依靠那个资源性标准那么如果是风险高了以后呢我们当然会考虑 那个把那个就把把这些把这些程序呢把这些那个产品呢就列入那个 呃制定法规程序 好下一题是请问国外进口的电池或国内生产的电池 是CNS62919也就是IEC62919台湾公告实施了吗 and the question is about for i think Mr.Fung and i'd like to ask um for the batteries to be imported or uh manufactured domestically um does the Taiwan published uh the adoption of CNS62919 that is corresponding to uh IEC62619 啊 Mr.Fung please 呃目前目前这份解决标准的话它目前是台湾目前是还没有公告实施 好以上谢谢 OK the next question i think is for Mr. um for Mr. Andrew 说的 作为一个美国的采购商 锂电池只是家具配件中的一部分 我们应该如何保证使用安全 除了un38.3还有什么额外的要求 啊 so uh as a as a u.s. as a u.s. based on um uh the source source professional the lithium-ion battery is just part of a component uh part of the uh part of the assess the household product so how could we ensure that it's par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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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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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fety in uh in addition except for the un38.3 are there any additional requirements uh again we don't have any specific requirements uh for batteries other than for children's toys uh children's toys are required to meet ul the cells are required to meet ul 1642 other than that um the applicable voluntary standard has to be met or should be met again it's not required but we recommend that uh the products meet meet the applicable safety standard voluntary safety standards 是这样的就是除了那个除了除了那个如果除了那个产品电器产品是儿童玩具 一般来说我们都是使用自然性标准那么所以我们虽然不是能说是完全强制性的 但是我们工作人员强烈建议就是说您所增加的产品必须应该符合所试用的所有的自然性标准 保证您的产品是安全的 ok 下一个问题是应该是给方济世的就是问的是电动平衡车用电池在BSMI是使用哪一个标准 CNS15364或者CNS15387或其他 因为现在电动平衡车目前是没有一个它专用的一个检测的标准我们也没有公告所以 目前如果说您的如果电动平衡车用的这个电池 如果说你们是有单独生产或单独进口的话 那就是会落入我们今天的范围 那今天的标准就是CNS15364的部分 那未来如果说平衡车它有它专用的标准的时候 那内部的电池是不是有其他的规定的话 那到时候就是看这个检测规定它是怎么样去描述的 好 以上谢谢 OK So I don't have to translate into English right? It's So how about the next question? Are batteries other than those using toys required to be certified? I think maybe that's for both sides for Andrew and Mr. Phong Yeah maybe Andrew could answer answer first for children's toys I think he touched on this question a while ago So Andrew Yeah The battery Battery operative products If they are non-children's toys Are they required to be certified? Right Just as we did mention before not for products that fall under for toys for batteries other than for toys the products that fall under CPSC jurisdiction but as for all electrical products We do recommend that batteries especially lithium ion and lithium polymer cells be designed and certified to the standards and that the batteries be applied used within their specifications certification will always be useful to ensure this properly integrated and use application Yeah 刚才他 刚才问题 我们也讲了一点 就是说那个 电池 如果那电池用于那个儿童玩 是 不是用于儿童玩具的 那他们必须认证 必须 必须检验 必须检测 但如果他不是那个 用于儿童玩具的 那么他要符合他 适应他本身的产品的一些要求 但是呢 就是说 认证和检测 不是强制的 好 所以 方济师要回答这个问题吗 也同时回答这个问题吗 Yeah 请方济师也回答一下 如果你的电池是用于玩具的话 首先我们先去会去看说 你这个玩具 因为玩具也是在检验局的 列检的范围 但是 如果说你这个玩具 是需要被检验的话 那你里面的电池 也是需要被检验的 那反过来讲 如果说 你这个玩具 被我们判令人受风险 相对来讲 没有那么的高 那是不用检验的话 那目前的规定 是没有强制要求 说里面的电池 是需要经过检验的 好 以上 OK In terms of question if the batteries are included in the toys and because if the toys are subject to mandatory inspection then the batteries as a component are also need to be certified but if the products does not have to be inspected mandatorily then and it depends if the risk is not high then no sification is required if it goes with that product 下一题是有关 CPSCC 什么程序 什么判断 执行产品召回 召回的程序是什么 I think this question is for Andrew and it's asking what kind of criteria does the CPS use to recall the products and what's the procedure of product recall that's a complicated question um the um the the office of compliance are us um our office of compliance distermines whether products need to be recalled um they do it based on theum frequency of failure the severity of the failure andum whether the failure is preventable um so if there's a high frequency of failure and it's a high risk of severity andum they can consider a recall recalls are largely voluntary so manufacturers generally participate with the CPSC in negotiations to recall unsafe products off the market um but if not then CPSC can pursue legal action to force a manufacturer to conduct a recall but that happens very infrequently 这个问题 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不过呢 它还是尽量能够伟大 在CPSC的那个 招惠产品 是那个合规办公室的事情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怎么招惠产品 主要是看那个产品 它的那个 就是出现事故的那个 频率是不是高 如果还有那个严重性 是不是高 如果是频率很高 严重性很高 那么这个产品 如果出现这个 这些问题 那当然是会被召回的 召回一般都是那个 自然性召回 生产商呢 他们一般呢 也都我们 如果是产品出现问题 他们会很合作的 来跟我们 他们会很合作的 自己来 召回产品 这种需要采取法律行动 进行强制性的 召回的情况 是非常非常 罕见的 好 那下面这个问题 因为它只有写说 请问 如果是公告实施是强制性 或自愿性 那我们往前看 这位 听众 他提的问题 好像是跟这个 国外进口的电池 想提到的是 CNS62919 台湾公告实施了吗 所以如果是延续 这个CNS62919 那他问的问题是 如果这个标准公告实施的是 强制性或自愿性 这个标准公告实施 这个标准公告实施 是强制性或自愿性 对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说之后 真的有公告 62919或者是它相关的产品的话 那就会是一个强制性的经验规定的 以上回答 谢谢 下面一个问题 CPSC approved products or conduct pre-market evaluation or certification CPSC是不是在产品上市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批准 或者就是说是不是会需要认证一件产品 I think this question is for Mr. Farm I think this question is for Mr. Trotter So Andrew, could you please answer this question Which question was it, Sylvia? Okay, I'll repeat 我先讲一下中文 CPSC在那个产品上市之前是不是需要批准 还有他们是不是需要认证 So English Does CPSC approve products or conduct pre-market evaluation or certification? No, CPSC does not conduct any pre-market evaluation or certification of products However, the Commission does maintain on its website an up-to-date list of entities that have been accredited to assess conformity with children's product safety rules This can be found on CPSC.gov But more generally,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which is a Or OSHA, which is another U.S. agency for workplace safety Maintains a list of accredited laboratories under their nationally recognized Testing Laboratories Program or NRTL And that list of accredited labs and standards that are for which they are accredited Can be found on OSHA's website OSHA.gov 是这样的啊 就是那个在美国那个产品上是之前是不需要得到CPSC准准的 所以没有那个市场前的那个认证和那个苹果认证是不需要的 但是呢如果那个产品是儿童产品的话呢 他们必须是经过由CPSC接受的那个第三方实验室认证 那个那个检测和认证 那么这个你要怎么知道这些实验室呢 就是那您可以上CPSC的网站查那些被CPSC接受的网实验室 这个您是可以在那个CPSC网站上看见那个实验室 Sylvia因为在这个问题之前还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要回到前面的问题吗 可以我们可以回到前面的问题 好那我现在看到这个问题是 我想应该是给这个Andrew跟方先生的 那我这边就直接念好了 There's a question from William Wang It seems safety standards is quite different in US and Taiwan Is there any plan for both organizations to combine standards for local manufacturers to adopt so as to save the cost and lead time 所以这个问题是说现在看起来呢 美国跟这个台湾呢有着不同的标准 那是不是双方的机构有计划在未来能够整合这样的标准 让这个在地的这个业者能够去符合 然后节省这些成本还有这个的时间 那我想这个又会请两位讲师分别说明 So Major Andrew would you like to ask this is a very interesting question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 我们想两位计师都回答一下会非常有意思 我们想先听那个川大先生回答 So Andrew is the We don't have any active plans to do that but we're always interested in harmonization harmonization is a really beneficial for manufacturers and for everyone so we don't have anything that's ongoing but we're always interested in doing that and you know we can definitely continue to just have discussions with our BSMI partners about you know harmonizing and I think UL is always actively harmonizing a lot of the standards now are based on IEC standards a lot of the UL standards are based on IEC standards so there is a lot of harmonization efforts in play yeah 目前据我所知是没有 并没有这样那个就是这个那个 那个协调标准 目前好像我是没有听说 但是我想想应该是这样说的 可能应该是很有 如果能做协调的话 应该是很有意思的对那个生产商来说 那么 比如说那个根据那个 IEC 的标准 还有 UL 的标准 看一看双方是不是能够协调 这个东西我们 我们以后可以也可以继续进行讲的对话 但是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这样的计划 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这样的 这样的工作没有没有做 然后我帮记事回答 目前确实我跟美方这边的话是没有有共同标准的这个部分 但是未来的话可能是看是不是也可以朝向就是说相互承认 就是针对相互承认的部分 好去做努力的话 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 好 以上回答 谢谢 OK Thank you And as Andrew has said We do not have a action towards harmonizing the standards But we are interested in that And are looking forward to discussions with the CPSC on this aspect OK 那下一个问题我想应该是给这个方济世的 他问的是 就如同这个平衡车与电动滑板车的问题 目前标减局正在眼里中 请问有没有预计的时间表 因为电动车的流行 电动滑板车被称为最后一里路的工具来搭配使用 预计会越来越流行 那另外搭配的充电器 标减局适用的标准是什么 还是可以使用CNS15425呢 And this question is asking Mr.Fung about the BSMI's plans to regulate the hoverboards And we would like to know whether there's a schedule for this plan Because the popularity of electric transportation devices So we would like to know when does this BSMI intend to regulate products And also for the chargers What's the applicable standards Is it allowed Would it be CNS15425 Mr.Fung please 就我这边所了解的话 目前有关电动电平衡车或滑板车的话 我这边可能还没有听到一个比较确切的时间点 那确实这个东西在路上是越来越常见的 那依照过往的经验 如果说它的重量性并不是有太特殊的话 那可能就是会公告1-5-4-4-4这份检验的标准 那但是实际上 实际的检验的标准 还是要以之后公告的为主 以上回答 谢谢 OK 下面一个问题 The next question I think is for Andrew So I have a I have something here That says hoverboard Should comply with UL2272 But does this mean this is mandatory And hoverboard should be Hoverboard should be compliant with the UL2272 Oh yeah That however Even UL2272 compliance Cannot to guarantee That a hoverboard will not overheat Will not overheat Or catch fire So and then he also issue He also attached to the CBSU Press release So So Translate this That's the second half Is that in Chain Is in English Mr. Would you like to translate The second part And then I'll repeat question again And then I'll ask Andrew to reply But could you please First translate The second portion Of the second part OK 这个问题有另外一个部分 除了平衡车是不是要符合UL2272这个标准 那是不是强制性的 那另外一部分他问的是说 但是这个有关符合这个UL2272 而并不能够保证这个平衡车它不会过热或是失火 好那所以他还引述了一个CPSU网站的资料 所以他想要问的是说到底它是不是强制性 因为其实强制性的话那是不是能够 似乎他没有办法保证这个平衡车它不会过热或是失火 Okay So I'll repeat this question in English again for Andrew Because he would need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It's half twenty I think I got it Okay okay Now I'll skip And so just go ahead And so just go ahead Thanks Thanks Yeah there are definitely no guarantees If a product Just because a product Meets a standard Just because certified That it won't cause a fire You know a lot There are product failures That are you know almost impossible To completely prevent But we do feel like certification And meeting the standard Are both beneficial ways To minimize that as much as possible We're always open to looking at the standards To see if they can be improved So we do feel like the standards And certification Are the best road to success Even though they're not 100% perfect Andrew先生他回答 他说是您说的是 当然不能够说一定是 符合那些标准了 就一定能够避免 过热世界或起火世界 但是我们认为 您如果把产品认证了 按照标准去认证了 或者检测了 那么至少您可以就是减少 最大程度的减少 那个风险和那个危害 所以我们就觉得 还是强烈坚持您 就在生产产品的时候 对他们进行认证和检测 虽然就说 这不能百分之一百的保证 因为产品是安全的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去这样做 Okay let's see We are approaching We are We actually It's already 10.07 But since we're not closing out So let's just go We just go ahead So let's see Any other questions Ms.Jah Did you see any other questions? Yeah there's one About Exporting Battery OrEnergy Storage Systems ToTheUS What are the applicable standards? Do we have Does the product Has to comply with standards In order to be Exported to the US? And I think That's asked Andrew And I'm repeating Chinese 这个问题是问说 从台湾出口到美国的 电池储能系统的电芯 是否要依照美国的 标准检验合格 才能够出口 Andrew please No no Well the only Children's toys are required to meet F963 So these would be required to meet the standard Otherwise Other than Transportation requirements which are outside of the jurisdiction of CPSC Other than Meeting the Transportation requirements the product safety requirements there are there are nee requirements for importing into the US Andrew 他回答说 他说 这个担心 担心电池 它那个 除非是用于 那个儿童产品 那它必须检测 不然的话呢 就是说 它要 它需要的是 符合标准 我们建议它符合标准 当然 交通部 交通部对那个 传送那个 电子产品 它也是有 有要求的 但是交通部 就是说 不属于那个CPSC管辖了 所以那是要 由交通部来决定的 所以这个是 最近刚才的问题的回答 OK 我这边有一个问题 I think it's for Andrew And it's asking about because we are we have noticed the increase of online shopping We would like to know how does the US perform market surveillance about products sold online And I'm going to translate say that in Chinese 这个问题是因为 因为现在网路购物 已经成为 很大宗的行为 那请Andre 分享一下 关于美国 对于市场 集合是如何执行的 Andre please We have we don't have a we have a broad program where our our field investigators we have several field investigators who do online shopping they look for products that are you know suspicious and then they target those products but it's a that's pretty difficult task so it's a it's a very random process unless we have a coordinated program for in a specific year where we're looking for specific products you know perhaps we need air dry or something that where we're trying to focus on a product other than that our field investigators we have field investigators that look for online products that are suspicious 那个 网上销售的产品 那个一般来说 我们是CPSC 是有工作人员 就是在网上那个监督 那么如果看到一个产品 我们觉得怀疑它是 那个不完全 那么我们会 会去那个 会去对它进行追踪 那么 这个追踪的过程度来说 应该说是那个 比较盲目 就要并不是有目的的追踪 主要就是看那个 在网上监督这些产品 我们就要看它 一个某一个特别的产品 它是不是 有问题 我们CPSC 是有那个实地调查员 他们是专门干 他们也是专门做 这件事情的 现在我看到这个问题 我不太懂 感觉他是在问 Andre说 There are more frequent accidents happened this year So is there any standard fire putting out standards in the US I don't know Let me see this question OK 刚刚没有回答 好不好 是不是 常去要求 一定要认证 才能在美国贩卖吗 Let me handle this question Let me handle this question for the while you look for the other 我现在先看到 这个问题是给Andre的 所以我现在让Andre回答 你能不能够 刚才你一个问题说 不明白 我还没找到 我现在让Andre回答 这个我能找到的问题 找到的问题是这样的 Yeah one viewer asked I think the gentleman or the lady who just asked a question 刚刚没有回答 Howable 是否是强制性要求 一定要认证 才能在美国贩卖吗 So Andrew This question is just a follow-up question to the Howable question He just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he understood So just now about a question about the Howable board So I really would like to know whether this is the certification is mandatory if we sell the product in the U.S. Howable No That's easy Is it no 所以不用 所以那个 所以那个 回答的 就是 Just like we've been saying all along it's beneficial to have it certified it's not required but it's beneficial 所以还是要强调说 虽然是 不是说的强制性要求 但是我们工作人员 在他的 Andre的演讲中 前年后一直强调 虽然没有强制性要求 但是我们工作人员 强烈建议 您去检测 和认证您的产品 I don't really know that It's not mandatory but you have to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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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ff highly recommend that you sodify and test the product That's the answer I translate it that way Thanks So Y hanyo meo Hanyo Oh Mr.Jad You said one more question I think After this question We'll stop The other The other So 我想 因为这已经过了 我们 OK 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其他 如果听众有其他问题的话 请 请 我们刚才我们演讲的时候提到 就是有一个 CPSC Webinar 您可以将问题寄到那个网址上面去 我一会再强调一下 然后呢我们可以书面再回答您 因为现在已经是过了10点了 我怕那个时间超过了可能不行了 那个Mr.Jad 能不能把最后一个再重复一下 这最后被last question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要选择这个嘛 就是他问电动滑板车是否合法有路权 在美国是不是有合法的路权 那所以这个成品进口到美国是不是需要个别每个州的规范 我们用这个当作最后一个问题吗 你能不能把他扳一条英文给那个 好的 OK I think this question is for Andrew and it's asking about whether Hoverboards has a legal right to the road in the U.S. and does this kind of products when it was it's exported to the U.S. does it require individual approval from state government in the U.S. that's a good question the first part of the question about the transportation is that's a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that's really actually let me back up that's really a city by city state by state requirement whether they're permitted on the roads or on sidewalks so that really is a local jurisdictional issue and the same is true for the second part of the question is really it's really a local jurisdictional issue what was the second part of that that was there was can you can you repeat the second part of the question the second part is that's uh translate the first question first and then you answer okay yeah what 这个是两个问题 问题是两个部分 所以Andrew 他先回答第一个部分 他第一个部分就是说 您说的那个在 那个全护华版 如果在 Hoverboard 如果在美 在美国 他是不是有那个法定权利 就可以在路上 那个 那个 那个行事 那么 Andrew 他就回答说 他说这个问题呢 当然不是CTSC的管辖范围 是属于交通部 美国交通部管辖的范围 但是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 因为他是在运输当中 在路上走 还在那个 在那个 马路上 马路上行驶 还是在 人行道上行驶 那是 那是一般来说 是由州政府 各州不一样的 所以是 根据各州的情况 是由各州自己决定 所以他现在回答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 所以 Mr. Could you repeat the second question again 所以 OK The second question is that so for hoverboards to be exported to the U.S. does it have to comply with the specifications or requirements that is adopted by individual states in the U.S. Thanks Mr. I appreciate that yes individual states may have specific requirements that exceed the CPSC requirements for instance some states do require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 so you have to check whether whether the state required that for their for products to be sold within that jurisdiction so even beyond hoverboards that could be true for other electrical products but there's no federal CPSC requirement for certification but certain states and localities may require that for the products to be sold within those jurisdictions Andrew 他回答 说 他说 这个问题 他说 是 在美国 不仅是对 全国华 对Hover 对其他所有的产品 也是 总的来说 是没有法制规定的 但是各个州 可能对某一个产品 它是有它的规定 所以您要确信 确认 Hover 或者其他店的产品 是不是那个州 有没有特别的规定 那您要去查 那个州的法律 所以这是 所以州政府是可能有 联邦政府没有法规定 So this is the last question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今天的 我们今天的问题 回答到这儿 就都回 我知道还有很多问题 可能大家听众还想回答 还想继续问 但是我们的讲座 时间已经到了 所以很抱歉 我们今天不能够继续 这些问题 但是我们很欢迎你们继续提问题 所以您可以 将您的问题 寄到下列网址地址 就是我们在那个 会议日程 agenda上面提到的 cpsc 横杠 webinar at cpsc.gov 我再重复一遍 cpsc underscore webinar at cpsc.gov 或者您可以传送给 bsmi 黄小姐 和黄慧芳女士 和 扎全书女士 我们可以 我们到时候可以在那个 书面上回答你们的问题 andrew trata先生和方先生的讲义 大家可以在 视窗的右边 可以自行下载 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谢谢 谢谢